想要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当然这独特性也是相当重要 像是在台湾 没走几步就有便利商店 根据统计 台湾超商密度是全球第一竞争 真的好激烈 因此现在纷纷推出独家限量 来招揽客人 像是7-11就跟日本签约 独卖大雷神 还有迪士尼跟自录巧克力 全家的部分有巧克力独家商品 像是美国队长包装了巧克力 还有日本畅销了百神巧克力 创下单约40万的销售量 民众抢买巧克力 全是为了限量商品而来 超商的朋友 7-11 飙广独家跟日本签约 推出大雷神 还有迪士尼巧克力 跟自录巧克力 光这限量招牌 就成功吸引近两成的新来客 超商推出限量巧克力 还跟日方合作 这个包装只有台湾才有 限量两个字就很吸引人 它会吸引 但是一般是很难买得到 跟着超商推出独家商品 抢客员 就是因为台湾超商邻里 每两千人 就有一家便利商店 密度占全球第一 想要竞争 只好创造差异化 同样大打独家限量商品的 还有全家 引进日本原装进口的 百神巧克力 创下单约40万只的销量 甚至在英雄片正夯时 有包装改成英雄人物的零食 更加热卖 超商都有推出 他们的独家商品 像是这个巧克力雪糕 一推出就受到民众喜爱 有刚好是我喜欢吃的商品 我在特别去 从日本这样引进 这样独家的一个巧克力 引进来之后 带动了我们巧克力的业绩 有两到三成的一个成长 来月份又来自德国的 限量巧克力 五颜六色的包装 有榛果 葡萄干和73%的 可可巧克力等口味 非常吸睛 超商巧克力大战开打 还很巧的分推独家限量 就是要吸引消费者 多点关注眼光 刺激买气 记者翻期完许终于台北采访报道